近日,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的建议方案,新一届区议会将从四个渠道产生,有制服社区的人士可以通过多渠道参与区议会的工作,为确保国家安全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,区议会还将引入资格审查制度和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等。 5月4日,多位香港基层人士就此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方案有助吸纳社会不同界别的精英人才,提升地区治理能力,使区议会回归服务市民,为市民谋福祉的初心。 香港深水部区议员刘佩玉表示,自从区议会改革方案公布后,非常多香港市民表示支持此改革。 他认为,该方案能为政府和市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,能更好地做好地区治理,改善民生。 我们是世界连任的区议员,最近也听到很多街坊都非常支持今次区议会的改革。 我们也都见到是爱国者治港的律实,是可以体现到在今次的倡议里面,透过是组成的方式,有直选、间选和委任。 这个多元渠道的一个组成方式,可以令到更多有致服务社区的人士,专业人士,或者社团的力量,都可以参与区议会,令到整个区议会的,可以从香港整体利益去出发。 香港山东社团总会执行会长刘埃利表示,方案通过多种渠道产生区议员,吸引更多来自不同阶层、不同行业的爱国者加入地区治理团队,有助于强化地区治理能力,充分传递各界声音。 5月2号公布的区议会改革方案,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,充分体现行政主导,多种渠道产生区议员,将充分反应,传递各界声音,使区议会回归服务市民,为市民摸福祉的初心,助力特区政府开展地区工作, 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维定,保障市民的投票权、监督权等合法权益,符合市民期望。 香港葵青区议会议员,全国青年委员郭富荣表示,方案不但反映香港社会对于区议会的期望和要求,也体现了维护香港社会长期繁荣稳定的共同目标。 这个方案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措施,确保区议会的运作在法律框架之内,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的稳定,加强了对议员的资格审查,引入了理职监察的制度, 以及规定议员必须要遵守我或者治港的原则和确保他们的行为,都是符合这个工作的期望的。 这个方案最终实施之后,目标就是希望稳定香港的社会共济,同意达到香港社会长期繁荣稳定的目标。 香港地市司机从业园总会理事长黄一峰表示,方案根据香港实际情况,完善了地区治理制度,提升地区管制效能,旨在为市民谋扶植。 今次区议会选举,参考了立法会及特首选举,确保爱国者治港原则, 无论通过哪一种渠道成为区议员,都要通过资格审查,前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, 相信这次改革能够撥离访证,是有利保持香港长期防御稳定的制度, 是一个延传地区治理,市民受惠的制度,是政府加强地区治理, 和区议会共同治理的地方限制,提升管制效能,为市民谋扶植。